网络商阵这几年打得如火如荼 很多的实体业者也想加入电子商务战场 自测会预估电子商务未来十年内 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兆元产业 敲敲键盘商品就到你家 电子商务在台湾发展十多年以来 拓展出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也推出24小时到货 缩短与实体店面的差距 自测会就预估台湾电子商务的市场规模 有望成为下一个兆元产业 业者更认为零售业未来将会走向 全面的电商化 全球的电子商务的占到实体 整个零售业的比例大概是 五个percent到八个percent左右 那我们是很保守的估计十年内 这个比例会超过50% 不仅3C家电 美装用品等实体商家 也纷纷抢攻网络商站 更有百货业者卖掉实体店面 专攻电子商务的版图 业者就观察 行动商务未来将是多一幕 加上物联网的概念 电子商务将从网络走向手持装置 我们现在跟很多的部落客 包含电脑瓦拉达 点子生活 还有UDN的新闻网 其实都有在做这样的合作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内容 能够带出商品对于消费者的意义 否则一个不了解3C商品的人 他是不知道如何做购买 业者看好电子商务前景 能拓展传统实体店家的营收 未来行动支付技术普及 以及云端提供消费者 及时准确的产品讯息 行动商务将成为随时购物的代名词 U电TV中心图优院台北报道